剪春花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 用红纸剪出各种喜庆的图案 安乐乐林学习中心邀请曾淑慧老师 结合禅老画与春花两种艺术创作 让长辈们动手动脑 在欢乐的气氛中迎新春 这位高龄九十四岁的奶奶好开心 平均年龄都八十岁以上 她都是剪贴 禅老画 会让自己的心 平静 成像 剪纸结合禅老画 然后先剪了 剪了以后我们再发上 我们的禅老画的图案 然后做成我们这个弄平安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 弄平平安安 给他们奉护奉霸丽 透过动手动脑的艺术创作 感受剪纸艺术与禅老画的魅力 祝福大家 冬天喜大运 新年快乐 记者陈小军 自网报道